最近市场上有很多名人入市 显现到市场资金充热 以及银质值 买砖头始终是保值 这个因素是持续的 我认为名人效应 衍生出来有三类客人入市 第一类是一些低调的老牌家族 以往他们比较少投资 比较保守 今次觉得形势对他们很不妙 因为全球经济环境都比较有隐忧 回来香港的优质物业 其实他们会觉得比较好 所以一些低调的 我俗称市场上都非常积极入市 买来投资或者自用 或者买来收藏都有 第二类是一些新香港人 一般大家都形容国内的资金很充裕 但是国内资金 因为未通关 其实新的资金来不到 大部分都在香港住了 差不多七年 拿了香港永久身份证 那些新香港人 他们七年前买的物业 通常都升值了很多 所以他们都觉得香港的楼市 或者香港的物业都比较优质 情愿去增持一些物业 而且拿了身份证 以往是比较三成的税项 现在用了身份证 最高都是比较4.2 省了足足有两成半 即有张七五折的优惠卡 去买楼 所以他们都很热衷 去买一些更大规模 过亿的成监 第三类就是一些 掌幼共融的概念 最近我发觉 有些家庭门楼客 尤其是一些三代同堂的家族 其实都流行买一些物业 三代共融 住在同一个屋苑 又不是同一间屋 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 也都越来越普遍 形式是怎样呢 以往可能是一些很传统的 豪宅区 豪宅地段 全海景 有很多车位的物业 未必有现在交通方面 有地铁 还有一些大型商场的配套 一些年轻人 九十后或千厘后的年轻人 喜欢有自己的空间 还有喜欢交通方便 还有喜欢开车 躲到很远的地方住 这类的客户 大部分 以往可能住在 2000至2000尺的物业 如果是要掌幼共融的话 需要同一屋苑 买三间 爸爸一间 妈妈一间 儿子一间 或者女儿一间 就可以分开一起住 还有挺向往的一些会所 最近有些新型的屋苑 都很流行一样 叫做Director Cup House 现在这些Director Cup House 差不多等于一些私人的会所 以往最流行的就是 马会的会所 Country Club的会所 那些几百万 现在都进不了会 但反而在豪宅里面 有一些叫Director 专用的独有的董事会所 可以让他们开些Private Party 叫亲戚朋友 或者同学 回来一起玩 有自己的空间 就不会影响到家人 因为非常吸引一些年轻的买家 就喜欢这些屋苑 未来的趋势 名人效应就是 一个新时代 一个新趋势 一个新思维 是如何将一些资产去做配套 不是纯粹是赚钱 除了保值之外 都是如何用好房子 是最重要的 有些少许客 有请不吝点赞 启会变 平常 有些人 因这些 要是 有点 感觉 咱们 尬松